重点好多人都想知道 另外一半的真相 他们忘了再问 同时问一个问题 知道之后你能够应付吗 你对付得了吗 你要怎么样 比方说那个老婆 马爷说的那些朋友的老婆 好啊 逼到最后那老公说 对 你所想象的发生的事情 都真的发生 那你要怎么样 那那个女方能够应付吗 我有个朋友替人家算命的 她的顾客绝大九成九心里的 她说好多都是 偷偷把老公的八字十成 生成八字拿来 他们不是从算命 看出有没有外遇 她说你算一下 我能不能跟老公白头到老 也当然看他有没有忠心 那我那个朋友 都先这样问他们 提醒他们 好我要算了 你准备好了吗 你真的要听知道真相吗 你知道真相 你有知道要应付得了吗 一这样讲 好多女人都马上说 那算了算了不要算 那你师父你替我说一下 我老公什么时候死 那可以分遗产 你要分家产 照你这意思 马爷你这意思就是觉得 这两口子 还是应该适当的 保留一些人性的隐私 或者说 或者说怎么说呢 就是说不知道为好 方舟你觉得你有勇气面对知道吗 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 确实就爱就意味着完全的 就是完全的信任 就比如说像我还在想 我一直在想 我到底能不能接受 那个出轨一两次 我后来觉得 其实可以 但是你不能就是你 指着我有一两次的这个指标 我就怎么 我竟然还正在那个指标 就是我的底线 你不能真拿这当指标 对这是我的底线 但是呢这个如果你足够爱我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这个你的自律 应该把你维持 不是在不断地试探我的底线 和不断地拓款我的底线 而是你有一个自己的标准 自己就维持在一个 让我能够信任的维度 那方舟其实你刚有说了 不一样的东西 可以再想 因为你前面说到 可以啊一两次啊 比方说假如喝醉的什么什么 对 所以出轨有不同的状况 你也不一定是接受 全部接受 因为你刚前面加了一个附带条件嘛 对 假如是喝醉酒 一时意乱情迷 什么 你就一两次 可能三四次你都能接受 假如 一两次你不要给我错 你给人增加指标 擅自增加指标 他就是这种人 对一两次 能慢慢偷出 四十五若将是十次 没有二三十次都不 没有 一二三十五六七八次 假如因为出轨 也有不同的情况 比方说他出轨 不是会是醉酒 甚至不是意乱情迷 那一两一次你都不会接受 不是喝醉酒 他是很清楚的知道 他跟他的身体的接触 比跟你的 可能更 那我不行 我怕真的比 跟我的还好 对啊 所以那个 不能比 女人怕比较 你跟那个社会学心理学的老师 弄这个事实在是太累了 你这个太残酷 你这个完全 对对对 你这个已经 大家都投业了 对对 所有的条件都已经全部摆在桌面上 这事就不能谈了 我们只能是在一种模糊的状态中 说出自己的内心的一个对社会的认知和宽容 你对社会首先有认知 你才可能宽容 比如我们往前移 移到清代 你就没这个宽容 你说这个事就打你不到 想这个事都不行 对吧 对 你都过去讲 你真要叫宗教修行的标准 那关键在动念呢 对 你为什么要忏悔 你为什么要去忏悔 你跟牧师要说呢 牧师就是让你把心里的这个事 就是你的这个邪念 说出来 说出来以后 因为从想到做 是有明确的界限 这个界限呢 大部分人都会止住 就我说精神出轨的人 咱别说人人都有 我说这个很多人就会窜出来说我没有 就大部分人会精神出轨 但他从快到肉体出轨 他这条界限是最重的 他跨出去以后 跨出去以后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回不来的 就回不来 你只要过去就回不来 那回不来就剩下社会的另一方的救济 就是他作为女性 这个事我们这个例子都可以翻过来说 作为男性 是否宽容的去接待我们社会的这个状况 他其实是不是宽容啊 跟你自己如何料理你的 安顿你的人生啊 有很大关系 你比如说 我听马爷这个有个结论 就等于是说过去中国老祖宗讲难得糊涂 现在看起来其实是有意义的 就是说难得糊涂既包括了你对别人人性当中偶尔的一种宽容和理解 也包括你对你自己承受能力的一种认识 就有些东西弄得太清楚了两口子之间呢 可能对大家都很残忍 对吧 但是呢 你要想能够做到这一点 你比如我觉得方舟他实际上他是有自信的 他能够这样 他能够他是有一个自己的精神世界 这就有一个社会学的 也不叫心理学的问题了 你看啊 为什么在有些配偶之间 他想要占有对方的一切 甚至于占有对方的回忆 你听懂吗 连你的初恋 每一件事你都得告诉我 你看尽管我都不能参与了 但是知道对我来说仍然是一种占有的方式 就这么强烈的占有欲 实际上是不是因为他本身呢 太虚了 还是说太没有安全感 或者说他太希望一切都在自己控制当中了 那我觉得是缺乏道理的一个理解 我们把我老说把事情搁在极端 就看得特别清楚 你年轻中 比如你的出轨 然后导致夫妻之间 就是到达破裂的边缘 但最后弥合了 那么这件事情 比如你是30岁的时候发生的 然后老两口到了80岁的时候 50年过去以后 这件事情变成你晚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笑料 你晚年生活的精神丰富是靠这些东西 你看你年轻 这个那干什么 有意思了吧 他就变得非常有意思 我就说 我就说啊 年轻时候现在人都不怎么写情书 都是这个过去我们那时候都写情书 写很长的情书 这些情书啊 都不一定是写给你最后的太太的 但这些东西如果你把它封存在一个地方 在你的晚年啊 如果是行将就木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能够重现 让你和你的后来的能够相如你末白头到老的人去看这一段 这段没有什么伤害了 就是你伤害不动我 不仅不伤害我 还帮助我回忆青春 帮助了我 丰富了我的人生的内心世界 所以这个事情从这个角度上看不一定是特坏的事 我觉得文涛老师说这为什么有的女的会这样 我觉得或者很多不只是女的吧 男的也这样 对 我觉得现在我跟我在很多年轻人身上就看到 我觉得有一点原因 就是他还是对人性的理解 一个是比较浅 另外一个他不是个原生的 比如现在网上有很多这个男的爱你就要做到多少多少条 把手机屏幕说你 手机给你 他对于这个男性男女关系的理解 或者说他初始状态是根据网上的这些东西来确定的 他没有一个像马爷说的基于人生阅理 基于什么的对人性的理解 他是靠这个标准啊 我看我男朋友能不能做到以上几条 对 就像 不是 我跟你说这网上就像现在年轻人的那个说是什么结婚式词 你们听过吗 就说我保证做你的小火车永远不出轨 我保证做你的美人鱼永远不劈腿 然后好 下面双方交换微信密码 哈哈哈哈 就是他这么一种感觉啊 对 就是我觉得